第二,他還在休坦 休坦是在敬拜別臣的地方,燒香 他做了這兩件事 接著第四節才開始求智 第四節開始到第十節開始求智慧 如果看《烈王歷代之下》 剛才我們讀了一段經文 《烈王記上,烈王記下,歷代之上,歷代之下》 是說差不多一個事情 但是《烈王記上,歷代之下》 有一個common的東西 就是他會將一些罪是特意不說的 譬如大衛奸人拔士巴 在《烈王記上,歷代之下》是沒有說的 而今次在《烈王記上,歷代之下》 第一章,他都沒有提過 他娶埃及的王女為妻 也都沒有提過所羅門在休坦那裡燒香 證明這兩件事不是那麼好的 但《烈王記上,歷代之下》 一個比較忠實的報道 就告訴你,其實所羅門正在做這些事 問題就是問所羅門王 他敬拜別神,亦都娶埃及的女兒為妻 那為什麼神都重用他,這麼賜福給他呢? 其實他就說了一句話 做了一件神所喜悦的事 這次聖經都說是神所喜悦 在第九節和第十節《烈王記上》第三章 所以所羅門就說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文能辨別是非 不然誰能判斷者眾多的文呢? 所羅門說了這一句話 他就求智慧能夠可以判斷他的文 就是為神的國而求 第十節,聖經很直接地說 所羅門因為求這個事 就蒙主喜悦 所羅門大大被神所用 不是因為所羅門王完美 不是,他的背景不完美 他所做的也都不完美 因為他娶他法老的女兒為妻 一個埃及法老,就是外邦人的女兒為妻 也都去敬拜別神,去休坦當中敬拜別神 他的背景,他所做的並不完美 但是神都喜悦,因為他有個心 所羅門有個心,可以求智慧 可以判斷他的文 大兄姊妹 不用怕自己做不來 不用怕自己不能夠為神做一點事 你只要很單純的心向神去求 單純的心說 神啊,我願意 我一生,我跟隨你 我願意一生給你用的時候 神的恩典 他透過耶穌基督的補血 洗清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不會再被罪牢牢的時候 我們就向前看 我們單純的心向神求 神啊,你給我為你的國做事 神啊,你給我跟隨你 你給我繼續接受你祝福我恩典 神就說,好,我就喜悦這個事 幾年前我去巴拿馬短孫 我去巴拿馬短孫 我就去一個 我就不去巴拿馬城 我去巴拿馬城 再開五六個中車 才進去他的大 叫做大衛城 大衛城 當中我認識了一個傳道人 一個女的傳道人 我深深體會到 神如果要用那個人 是神自己決定的 我很佩服那位傳道人 那位女傳道人 她是一個單身的、年輕的女孩 她去牧會的地方 就是很多賭場 因為如果是中南美的地方 就是很多賭場的 那些華人在中國 如果是偷渡去巴拿馬 委內瑞拉的地方 就開了一些店舖 朝七、晚十一開的 完了店舖之後 生活那麼枯燥 就被人生氣了去賭場 所以中南美洲很多賭場 專門找華人生意的 那很多華人的男性 就因為不抵得苦悶 就去了賭場去賭 一賭 大家也知道結果 賭了就通常 一定會輸的 一定會輸的 就回到店舖 太太開店舖 老公去賭錢 太太不忍心又給錢賭 其實巴拿馬 和中南美洲 很多地方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家庭 男的去賭錢 然後就踏上西妹 即是說西文的女生 然後就回到家再去賭錢 家庭關係就很複雜 一個單身女生 沒有家庭 沒有小孩 她所牧養的教會 群體就是一群一群的家庭 她開一些店舖 而藍的十個穿了八個都去了賭 她是那個團隊人是否學歷高呢 又不是 她小學就在大陸過去巴拿馬 做酒樓企台維生 直至神夫照她 在巴拿馬仙經學院畢業 讀完第一年 第二年就去大衛城做實習神學生 我很記得 因為那時候我以前教會 就是去support她的 那他support她 當然會拍一張相片出來 我知道at least是什麼樣子 我見到那個女生的樣子 那時候我沒親身見到她 我再拍一張照片 我想和我牧養的群體Nexus 那些女生的樣子是這麼年輕的 第二年她畢業 她就和另一個她的同學 就去大衛城做直堂的工作 一路一路這麼捱 一路一路這麼做 如果從北美 我們教會 我們看全都人要配套 即是你要有什麼學歷 你要有什麼背景 先對某群體去牧養的時候 如果從北美的角度 那位女傳道人是完全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能夠牧養這個群體 但是因為神的恩典 就是因為他的願意 單純的心 當個教授 當個神學院問他 你願不願意去大衛城 去開荒報道 他什麼都沒有想 一個單純的心 我都奉獻了給主 我就給神去用 我就去報道 去直堂 去傳福音 去牧養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 我想他都牧養了 至少都八年到十年 由一間完全沒有的 到我上次去的時候 已經開始買塊地 預備起教會 我現在看回都是不容易 怎樣一個單身的女生 去牧養這些 這麼複雜的家庭關係 怎樣單身的女生 去能夠去 又不是學歷高 去怎樣去報道 去傳道 原來神真的不是看這些的 神就是看我們一個單純的心 我們願不願意去給神去用 願不願意說 神啊我跟隨你 我一生的跟隨你 至死不如 這個就是神去彰顯祂的榮美 祂的恩典是多麼豪大 我看那個女傳道人的生命 我看到 所有門在二十多歲的時候登基 他登基之後 跟著那二十年 可以說他是很榮耀那二十年 他二十年當中 用了七年的時候 去了見神的殿 十三年的時候 去見自己的宮殿 在《列王記》上第四章開始說 其實當所羅門說 神啊求祢賜智慧給我 好讓我能夠判斷祢的命 的時候 那些祝福的恩典 一路一路就湧到去所羅門的當中 在《列王記》上四章二十九節 他說 神所賜所羅門極大的智慧 聰明和廣大的心 好似海沙不可策量 他有好的智慧 好像海沙不可策量 還有他是一個文人來的 我知道他作了很多的詩 詩歌一千零五首 針言三千句 針言 傳道書 阿哥 所羅門所寫 我想他也有幾個PhD at least他有一個動物學家 和植物學家的PhD 因為聖經講到第四章 三十三次《列王記》上 他講論草木 即Plant 及尼巴嫩的看法樹 直到牆上長的牛失草 又講論飛禽走售 昆蟲水族 如果我現在看現在的 我想起碼有三四個PhD 第四 他又管理國家 有很好的組織 所以這麼多東西合起來 令到他的國家很強盛 一直一直強盛起來 到最後在《列王記》上第十章 去到一個地步 他說有淺度 他說所羅門期間 那些金多得很厲害 他說銀子不算是什麼 銀子 即silver不算是什麼 他說那些銀 多過石頭 你想想他的國家是多富庶 多麼有錢 很多的國王進攻 聖經講到一個士巴女王 特別去測試他的智慧 然後說 你最厲害的了 去到一個地步 國家差不多是意識列王國 由大衛傳給所羅門 一推就推到上去 因為只為所羅門 是願意被神所用 去祝福到一個頂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新聞呢 近這十年的新聞 我自己就喜歡看美國新聞和加拿大 美國新聞和加拿大新聞都看的 如果你看CNN 或者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呢 很多很多有權勢 有錢的就發生了什麼事呢 叫性騎乏 很多的議員 遠一點來說就是 有一個ex-American president 叫Bill Kington 就出了事 有權 有勢 就在性那裡 就滑落 前兩屆有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John Edwards 又是因為 一些set scandal 而下台 而其中有很多很多 名字都不記得 你如果看新聞 很偶爾就有一個出來就說 用電話 去create this 或者用text 用text 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因為怎樣 他有權 有power 他是Congressman 他們是President 原來當一個人 他到有權 有勢 有智慧 有錢的時候 是去一個危險的地方 當每一個神 賜給我們的祝福 其實魔鬼 同時 都會試一下 我們對神的忠心 神是賜恩典的神 賜祝福的神 每一個 祝福神賜給我們的時候 魔鬼就說 我要試一試來 看看是否你真的對神 這麼忠心 因為當我們每一個祝福 在地上所見到的祝福 一個有形有物的祝福 當臨到我們的家 臨到我們自己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意無意 我們的聚聲就會傾向 看不到一個我們見不到的神 我想重複 就是當我們不斷受到神的祝福 有形有形 我譬如有個好的學業 好的事業 好的家庭 我們很容易 帶一個圈套 魔鬼會試探我們 我們會很容易帶一個圈套 我們不再看次祝福的神 而只是看祝福本身 所動門就是好像去到一個高峰 一個事業高峰 當所有國圍著他的國 全部進貢他 他的錢 各個進貢金 他的錢 多到是多過石頭 多過銀 沒有人聰明過他 全部他最厲害 就好像去到一個事業 和屬靈的高峰 但我想說 我想用另外一個形容詞來形容 所動門就是在去到一個事業 和屬靈的圓崖 一個圓崖那裡 一個圓崖 一樣很高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個 Column叫Lion King 有沒有看過Lion King Lion King都有 Lion King Lion King 我沒有我太太 我的小孩這麼聰明 背了整個劇情 我只記得一兩個畫面 其中一個畫面就是 到最後 通常是一期最後 到最後 那個小獅子就變了黃 去了哪個地方 去了一個很高的圓崖 那個石頭 在那裡喊 嘩 然後那些象 長頸鹿 什麼 嘩 我很記得這個畫面 嘩 很厲害 一個很宏偉的場面 其實所當門 直直就是 好像Lion King 在那個屬靈的高峰 我叫做屬靈的圓崖 當中 在那裡喊 但是他 我們小心 當我們在那裡喊 嘩 那時候我們是不是向上去看 讚嘆神給我們的所有東西 因為我們向下看 嘩 看看多少人去敬拜我 所有門就是那個屬靈的懸崖當中 我們在那裡喊